我买东西了 该买就买了吗 花了多少钱了 十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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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百块钱还没了 儿子买了 他说五二两了 哦 高木板里的今天日子的礼物 啊 在五二里还有买礼物了 老夫老妻了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 那句话怎么说呢 少回家都齐齐复复了 你知道吧,才有机枪了 你不要够买,你咋还在为爹爹钱 喜欢的一个爹爹还花了十别够买 你不要够买,我看见你花钱刚写一轮不舒服 刚写一趟 少来吧你 只要你高兴 关键是你买的还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人 你试着用一用吗 你必须不买了,你不会买女郎的东西 你不要给买,你买的收到多也不知道 今天什么呢,以后不要给我买东西 以后要要自己会买 上海的钱给你买东西,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一公斤两块钱就给我花了十别 哈喽朋友们好,我是芳芳 好几天没见了啊,有没有想我的本事朋友们了 这几天大家都好奇我干嘛去了,怎么突然就停更了 也没发生啥事 有人问我为什么把我闺女就过母亲节的那天的那个视频给删了 因为那个视频我把我闺女的镜头拍的太多了嘛 然后呢,我闺女吧,人家也是有个人的独立隐私空间的 人家我拍视频的时候,人家就明确的告诉我 人家不想露太多的脸,不想出镜太多 所以我也得尊重我姑娘的隐私 删那个视频也没有其他意思 就是不想让我姑娘被更多的人认识 给她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所以我就删了,没有其他意思 然后那个视频之后 我不是以为我休息一天就没事了嘛 所以那个视频上就打的是 就是那天没有拍 结果到了第二天第三天 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依然还是 还是不行 还是身上就没有任何静 心脏不舒服 心脏上就像压了一个石头一样 就呼吸就反正生气就软的 就感觉呼吸不顺 生气就软的就不行 所以我就想 反正以前每次都累得不行的情况下 一直就是坚持坚持 这就坚持了整整三年了 我三年前的5月20号 我开始拍了我的第一条视频嘛 坚持了整整三年了 我也就把我的目标完成了 所以我也就想也就该休息了 所以正好也就利用这次 那就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吧 休息好了以后再说 再拍不拍 但是刚病了两天 刚休息了两三天 这回家老公昨天也病了 老公 老公身上不舒服 万一他是用感染上那个 也不知道是羊了还是炸了 老公也不舒服了 那躺着床上去了 早上我不再吃饭了 他也不想吃饭了 我不吃饭 不吃早饭哪能行了 老婆我就起来赶紧给弄点早饭 吃完饭了 来看看我老公给我买下的花草品 看他给我买的啥花草品 看红瓶瓶的 寒树上面写的是 我没听过这个牌子 这些啥呢 应该就是水乳 还有一个啥呢 也刷这些 我前年买家的雪花草 还有一个大堆了 还用不完了 我估计还能用了一年 但是老公的这又给买下了 我是决定他挣两个钱不容易 他不要给我买那些 我暂时用不着的东西 但是你看他老公也不问我 那戏也不可能就买下了 买下来是昨天拿回来的 拿回来我把他骂的也都 我说你就是一千的就是乱花钱 把他老公骂的也不高兴了 我就不想让他给我花钱 我就一直泡上去 这个化妆品行不行了也不知道 但是一个真的这个礼盒 还没有打开了 我说不行就退了吧 那我退了 我没有用过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我的皮肤适合用这个了吧 其实我在45岁的能不能用来再拍的了 有个洁面糕 有一个乳 还有一个霜 水 还有一个精华液 就这 花了老公四半块钱 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他老公 谢谢老公送给我的五万人礼物 完了我还有些话 想跟大家说也说 为什么这几天停工了 我去卧室和大家说吧 不要打扰了我老公我也行 我跟大家去说强强话 我就还是坐到我的这个老地方和大家说吧 回想起三年前的今天 那周我举起手机 拍摄我的第一条视频 上传今日头条 开启我自媒体道路的第一天开始 然后现在打开这个今日头条 搬到这个视频的最底部以后 发现第一条视频是一个 是这个 跑步体验云台防抖功能 这是我买了一个防抖的云台 因为以前用的那个手机防抖功能不行嘛 用的烂手机 所以就为了这个镜头的稳定性 特意买了一个 花好几百块钱 买了一个防抖的云台 这是我拿的云台 来迎着公园跑步 来测验这个云台 到底稳定性好不好 这不是我的第一条视频 我的第一条视频是这个 看40多岁中年有女 出场跳绳 隔着衣服都能看见 坠肉乱抖 这是我的第一条视频 就是拿起手机简单 简单的 就像以前发朋友圈一样 就那都拍了一个数的视频 因为那张不会剪辑 所以就那简单的发了一个 就这些发上去了 但是发上去以后 因为不会做封面 发现的就是黑屏的 所以到了后面自己不喜欢 就把这个给删掉了 我现在删了也是挺后悔的 这些东西删掉以后 就再也没有了 这都是很好的记录了 我的一个成长历史 然后第一个是跳绳 完了第二个呢 是我去布道场跑步 跑步的时候不敢露脸 广是拍的背影和脚 有一些啥的啥也看不见我 反正也是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好 就又删了 所以这是第三条 是努力学习编辑视频 做好以后才发现露脸了 这个第三条 就是我在门河公园跳绳了 跳绳第一次干 正式的面对镜头 把脸露出来 可以看出我 我刚开始拍视频 也是胆子很小的 什么也不敢 连露脸都不敢 露脸都是拍 第三个视频才露脸 然后我的第四个视频 就是克服镜头恐惧感 一个人去公园 壮胆子 练说话 当时吧 我在家宅了两年 基本上专的家 基本上不出门 除了特别要紧的正经事出门 其他时间都在家专的 所以我和人也没有交流 听力不好 又没有交流 所以我又嘴蹦的 连话也不会说了 所以呢 为了拍这个视频 自己就鼓励自己去公园 对吧 练习说话 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在公园整整练习了三四个小时 也就拍了那么两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最后就说了两分钟左右 嘴蹦的不行嘛 可惜我把这些视频都给删了 哎 就因为后面拍的好了点以后 发现前面的视频就非常的不好 觉得就看不下眼去 就都给删掉了 现在想想真的挺后悔的 像这些东西 我删了都回不来了 像这个拍的梦回童年 正好是赶上过六一了嘛 我去和平公园 一个人自编自导演的 就像回到小时候去寻找梦的那个视频 哎可惜我也删了 然后怎么第六个 我就这不是说话 连着说了 这就三四天的话了嘛 第六个居然说了八分钟 这都一步一步的记录了我的成长 可惜我都把这些视频都删了 现在想看也看不上了 然后再往后就是这些了 这些大家就能看到了 银泽公园随拍 还有这些看看我们现在太原人的生活多么幸福 还有这些看又蹦又跳的我辛苦三天三夜 当时拍这个视频我连拍带剪辑 一共用了我三天三夜 我就整出这么一个这么短的一个一小节视频来 你们想想我从最初也是又蹦又傻又什么也不会 一窍不通 然后拍到一直就这样就坚持下来了 然后随走又翻了翻后面的这些视频 发现在我的镜头 手机的镜头的记录下 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 当时觉得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现在搬回去再看 我还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感慨 特别的让我 你看那年发生了一些 当时我刚拍视频的时候 我老公是不支持我的 他觉得我拿上个手机 每天出去拍拍这拍那有什么意思 连钱也挣不家也不挣钱有什么意思 所以因为我拍这个视频 我老公跟我吵了好几回家 这视频上面也都记录着 因为他把我的手机给我摔烂 完了气得我 这不我就离家出走 到逢场里到五台山到这里到那里的 我都记录着 然后那年我买了我的新手机 也算是老公和老公大闹了几场以后 老公勉强的同意我拍了吧 那也好 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那以后 我用我的手机 新手机记录了我们 看员 看着解放路的进攻 食物园的开通 还有动物园 还有 还有老公带我去看飞机的 还有 反正是各种方方面面的 一点点滴滴的 我都记录下来了 现在 翻回去翻着看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义的 呃 我这两天病在家里 其实我拿上手机 臭虎的也能拍 但是我不想 对不起这些跟了我 跟着看了我三年的这些老粉丝朋友们 我不想用一个质量太刺的这种水视频来敷衍 我只想着好好地把自己调整好 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等自己确实把力量又养上来了 好好地给大家拍更精彩的内容 啊 这不正好这就520了嘛 正好是我三周年 所以今天就上来跟大家 把我的这个 这几天的这个状况说一下 啊 那么至于我以后 还到底拍不拍这个视频实际上 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本意是想带给大家更好的视频 但是不想让大家把时间浪费 在看我这些无聊的事情的这个上面 但是我要想拍好的东西 我就得走出去 走出去吧 天天在外面 啊 不着家的个拍外面的东西 老师天天不在家也不行 作为一个结婚的女人天天不着家 像什么话了 所以 你知道吧 我要想拍好的东西 我需要克服好多好多的困难 我得 我得克服 让老公的那天还得高高兴兴 嗯 我还得 小年别叫我 我还得克服我的亲力 出去跟人沟通交流的问题 来了我还得克服 哎呀 反正是外面里面 我都得安顿好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挺困难的 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两脚一抹就出去外面了 家里不管不顾也没人说 但是作为女人就是不行 哎 眼下太原的马拉松马上就要开赛了 嗯 大家想不想看我的现场报道 看我以前发的视频里 我最后一次马拉松报道的时候 是2020年的时候 那天我一共发了两个视频 自从那次的2020年的马拉松以后 连着2021年22年 我们太原的马拉松都在线上 也就没有 没有什么消息 然后今年不又马上又开赛了吗 你们想不想看我到现场报道呀 那么要不现在你们给我打打气怎么样 给我打打气 让邦邦加油 邦邦努力 我有了力量 我出去给大家拍更精彩的视频 让我也好好地思考一段时间 看看我以后的创作方向 到底是该专定某一个领域 就拍的一个领域方面的 还是就像这 就像这几年 混水摸鱼一样混日子一样 每天有啥拍啥拍的乱七八糟的 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上天入地 那种啥也有的这种视频 大家还是喜欢我这样随意的 还是喜欢我朝某一个专业的 专业方向的领域发展的视频 看的比较专一一点的视频 要拍哪方面就拍哪方面 我现在也是征讨一下大家的意见 完了我好好地再思考一段时间 给我鼓励吧 加油吧 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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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